- 像那個路人都跟我說- 一定要吃 但我們沒有彼此抱怨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指道鬼 我應該也不會打車吃 真的太痛了 你看我真的超不爽 難怪我們剛剛吃不下 我要抵制他 這是今天的歐歐滴 早安大家現在是在韓國第四天 今天是要看展覽 一個收藏家他把他正常的畫拿出來展覽 是莫內跟比卡索的畫 正機喔 到一個有點遠的地方來看展 是這個嗎?是這個嗎?他來了嗎? 喔對耶!他來了 然後這個展覽呢 是促使我再回來收藏的很大的一個原因 第一次間隔這麼短的時間 再回到收藏 如果下次我要飛到什麼法國啊或是哪裡的話 去看就有點不太現實 然後現在就在亞洲這麼近的地方可以看到正機 可以來沒有錯喔 然後這個美術館的名字叫MMCA 而是都附近有一個館 然後這個叫做果川館 它比較遠一點點 437的地鐵這裡 看到網路上的公路也很多人跑錯 我們是貴婦嗎? 居然有人帶我們去耶 好開心好開心 各位我們到了 太感人了 我以為他是剛好要來然後順便帶我們過來 爬山上來耶 他是特地走過來 然後他帶我們到這邊之後 跟我們兩個都在這邊 然後他就走了超遠的路回去了 這邊好大好好看好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有什麼展 中間的這個莫內跟畢卡索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你說的那個董志成那個 董志成 不好意思 他說的他說的 莫內跟畢卡索的沒有了 但除了那個展之外 所有的展都是免費的 哭哭 既然都來了 我們就看一下其他的展 QQ 我們去買票的時候 他說今天預約已經滿了 我們今天早上的時候 請那個民宿的老闆幫我們問 他說現場還有名額的話 就可以現場購票 想到他到現場之後說沒有票了 沒有辦法看到成績 結果就是看了一些 就是有關於這個美術館的那種 公開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現代百貨 出太陽了 今天出太陽我們就很開心 然後我們今天排的都是室內行程 大家應該有點小困惑 欸我怎麼不預約咧什麼的 對那相較於之下就是真的有點遠 不然就會跟我們一樣鋪空喔 嗯嗯嗯嗯嗯 其實我們在這邊好像還才兩個小時而已吧 那是喜鹊嗎你確定 他是喜鹊還會 你是喜鹊喔這麼肥 他是藍色的耶 台灣的喜鹊很不一樣 他可能是別的耶 他是喜鹊嗎你確定 他是喜鹊嗎你確定 他是喜鹊啊 我們呢現在呢要來逛現代百貨 但我們剛剛看了一下攻略說 退稅要等很久很久 所以我們採取的策略是 先看人多不多 如果人多的話 我們就去六樓拿退稅號碼牌 號碼單然後我們就去逛 聽說這個整個排下來的話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是有可能的 走了超久的傳送袋 他這把啾跟我的那個指甲上的把啾一樣耶 衣服一樣 衣服一樣 我好喜歡這百貨公司 欸如果是我可以幫你PO一篇耶 超級大 桃園機場這麼大嗎 我覺得有耶 很大耶超大的耶 好可愛 這百貨公真的有夠大的 我拿到655我天哪 所以其實沒有這麼久嘛 你看653了 654 不用這麼快上來 因為現在已經跳到653跟654了 雖然小龍路上面講的也是好意啦 但我覺得有點造成人家困擾 因為他剛剛按的時候看著我們 然後我們啥都沒有買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我們就走了 他就這樣 尷尬 但還是我覺得可以先上來看一下啦 我們剛剛算保險啦 我覺得一定是有什麼東西要等 因為那邊好多人在等 高級100倍的 南港展覽館 南港展覽館喔 美食街居然可以弄到這麼的漂亮 大雞 啊 那去那邊吃 那去那邊吃 然後去如意島吃 哇 他收到很太嘲諷了吧 收到的單子長這樣 哇 這裡是一樓有很多的大牌 不要喔 Burberry跟Prada 還有Celine 我來買星巴克 雖然我也喝過白中原了 但我覺得白中原也太甜了 韓國的巧克力可可菜片 真的很對我的胃 跟大家說一下網路上面的時間啊 參考就好 我們已經碰壁過很多次 上次我跟路易斯來 一隻雞這件事情 就已經搞得我們不爽了 我們這剛剛也是碰壁 我們剛剛本來要去吃炸豬腳 他說今天有營業到晚上十二點 現在時間也是不到十點吧 也沒開 我們大老遠泡來 其實也沒有大老遠 我們就在宏大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找別的東西吃 對 然後要留備案 一定要留備案 然後如果說遇到就是 他真的關門了 就是放寬心 就是正常現象 我們現在來吃新春食堂 就是上次我跟路易斯來吃的 然後這一包呢 是D卡的 最近很活的 很火 225塊 一碗飯差不多 量蠻多的啦 我覺得有一種肉桂味 不會太甜 這邊比較有點微苦的感覺 這樣子 有點黑巧克力啦 對 就是你不喜歡吃太甜的話 可以吃這個東西 他有一個問題 很硬 他很帥 就是你會不自覺的 就是不捷運站 然後到那邊 已經快出來了 而且他是有戴牙套的人 然後吃蠻快 我剛剛有嚇到 他連咬肉都很艱辛的人欸 我們家去吃新春食堂 這算是關的比較晚的店 所以如果說你晚上常吃烤肉 那新春實在拍太滿了 你真的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可以吃新春食堂 我上次吃過我覺得CP值算高啦 比那個咚咚吞吉高 個人想法 個人 咚咚吞吉就在隔壁喔 不要..不要跑錯間囉 我上次就跑錯間 只有讓我知道了就這樣 記得這家 記得跑錯間 我們現在在排隊入場 啊!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拍片的車 就是我們剛剛來發現到有在拍片 我們就是因為在劇組認識的嘛 我們就看到這個車子就覺得 哇!韓國的拍片規模真的是超級強大 你看它有三台車欸 這一個小台的 你沒有放衣服 所以是服裝組的車子 然後這邊的話是製片的車子 這個還沒看得到 我剛剛還沒有認真看裡面 剛剛看裡面好像疑似是空的 可能是美術組 或者是器材的車子 這也很不知道 欸!超級強大的這個配置 不同規模不同規模 最喜歡吃菜的小節 它那個菜 1000塊錢 無限量公益 讚啦! 我們這次叫的是這種 上次我沒有叫到的一盆的那種肉片 梅花肉 梅花肉 看人家吃要多吃喔 一口可以塞嗎? 可以嗎? 我真的吃出味道了嗎? 都是泡菜 我們的小節在炒肉肉 好賢慧喔 其實是因為我在找我的麥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狗鷹,狗鷹 好賢慧喔 超吞的沒有,不能會了 後面有胖子 拿胖子過 拿胖子過 離我很遠了 還幫你溫揪耶 我們要走了 製片組的 嗨大家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新春了 然後因為昨天吃了嘟嘟吞劑嘛 然後跟大家小講一下心得 我們都穿全黑啊 灰色的 然後還有那個沙沙褲啊 穿釀巴 喔~~ 我們的劇組人說 銀光色色的衣服 我們兩個意見有點相鎖 他覺得不用點肉片 然後五花肉還ok 但我覺得肉片還不錯 然後五花肉有點硬 我自己這麼覺得的 所以釀吃嘟嘟吞劑是49000 然後我們剛吃釀 我們叫三種肉 然後小菜可以狂吃 還有一些新鮮腸啊 還有年糕啊 一些籠料啊 或是蔬菜類的選項比較多的 我們剛剛釀吃起來是 三萬九千九百塊錢 大概快少了快要一萬塊錢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他們副班才抓頭髮耶 抓頭髮刷睫毛耶 怎麼這麼遠 怎麼可以看得到他們刷睫毛 我們就是好像不知道 從地獄哪裡爬出來的 喔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就是從地獄爬出來的啊 他們髮型好好看喔 是的 看嗎 好漂亮的工作喔 今天的OTD 這個外套是台灣買的 裙子是我在韓國買的戰利品 這寶寶也是我在韓國買的戰利品 超級可愛 這裡是景福宮 然後這裡就是MMCA 就是景福溝公館 所以如果大家要來看展的話呢 要注意一下是在哪個展館呢 意外的發現 小姐想吃的這間 是上次我拍的 說很法式的很歐的那一家 紅豆奶油麵包 然後上面這個 聽說是那種海鹽的麵包 上面灑了一點 海鹽嗎 可以吃吃看 比較單純一點的單品 鹽的貝果 拿鐵 美國納 外面還可以看得到韓屋 穿韓服可以來這邊喝 但那時候我跟Louise真的太冷了 我不太可能坐在外面 然後我也沒有很喜歡喝下午茶 我們就去喝旁邊的那個藍品 其實這間就在藍品的旁邊 很好找 剛剛吃的這個可頌啊 我個人覺得還好 因為它這一個要100多塊 就是很鬆散之外 我吃過好吃的可頌 它就是一般台灣的可頌 然後買100多塊錢 就覺得有點普普 紅豆奶油麵包呢 我個人覺得它的紅豆太厚了 雖然它是好適 感覺有點賺到的感覺 紅豆偏甜 2比1的比例 所以你吃不太到那個奶油的香氣 會很容易就膩了 我大概吃醬子而已 我覺得有點膩了 昨天小姐還買了那個Onion的 我覺得比較好吃 我覺得它那個配比是剛剛好的 這間就是真的就是單純拍照CAM 好看 然後咖啡我個人也覺得小譜 5千多塊錢 那你不能跟白中元比啊 白中元那個是 便宜到脫褲子而已 所以我明天一定要在白中元 我今天起來我在看手機的時候 它就顯現正在充電 那那時候才27% 所以你沒有插好 你看的時候它也在充嗎 對啊 它充不進去 對我看到它的時候 是沒有在充電的 那代表我沒有充到嘛 對 然後我重新插好 然後畫的狀 地鐵這樣拍一次 然後牆前面拍一次 然後下面拍一次三 然後這個牆是四 十幾塊 平分一下就是那個可頌的話呢 我個人 5顆星的話我是給1顆星 紅豆奶油的話 我覺得我會給它2.5顆星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這個超愛吃紅豆的人 的話我就會喜歡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於整體的感覺的話 我個人是給2.5顆星 你那個是給8千多塊錢 那個貝果要200多塊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喜歡它的奶油的醬 然後跟鹹黃瓜的搭配 番茄又不會濕到一直滑來滑去 滑來滑去 要給它4顆星 我想到一件事 3.8好了 3.8 我要補充一下 就如果你們來這邊 真的想要吃麵包的話 我個人是推 海鹽麵包 就吃海鹽的 是海鹽麵包 但吃那個麵包提的話 是好吃的 很苦 很苦 有生活苦嗎? 大概是 我薪水已經花一半 趕快到了 還在月初嗎? 對對對 好苦喔 真的有夠苦嗎? 我怎麼會想哭嗎? 我剛剛吃到了這個貝果 就是它的麵包蠻乾的 但是它的那個菜是濕潤的 所以它搭配剛剛好 下到好處 等一下它的肉是那種 酥肥肉 酥肥煙燻但是不味道很臭 對 但是我剛剛吃到了一個味道 狗飼料的味道 有那種雞味你知道嗎? 我覺得它沒有不好吃 就搭配起來 突然有一個味道就沖上來 好奇妙 但我沒有吃到狗吃到的味道 上次沒有逛到的 所以我們這次來逛到了 然後還有一點小小的市集 愉悅間禮拜天 大家看到了沒有? Blapping 然後上面的熊熊展 也是這次來的目的 覺得很棒 很可愛 居然沒有開 莫名其妙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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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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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好好吃喔 好好吃欸 很軟欸 皮是咚咚的那種 而且都不踩而且不膩 我就不敢說沒有人也敢吃 嗨大家喔 我們今天呢大素顏 我們今天很素顏喔 為什麼呢? 而且現在時間比較晚了 現在已經快要12點了 你不要再冷點追蹤了啦 害羞 11點37 但是我們12點就會上 對 因為我們今天呢要去幹嘛呢? 做醫美 沒有錯 我們今天呢 預約了醫美 預備開始 做醫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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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OK 然後醫美要12點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 欸兩個遲到鬼 但我們沒有彼此抱怨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遲到鬼 沒有想到 要第一要 他嘴巴破掉就是花了一點時間 其實才花得挺要的 大概一兩分鐘 我們今天行程 嗯 簡單嗎? 一整天是一個花錢行程 對沒有錯 就不是說吃多個高檔的東西 那個地段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價位 就是要花錢 我們今天一整天都是花錢行程 但我們昨天還好 昨天我們都幹嘛 文聰事集 用了一整天 大家 我剛剛做完療程 我現在在化妝的地方 我這次做的療程比較 複雜一點點 就是我又做了保養 然後下巴那個 我覺得櫻木底這邊 放了 但我覺得還好 但你說痛嗎? 跟我剛剛做的項目不起來 我覺得櫻木底這邊不算痛 複雜指針好痛喔 我那個是區塊堆積 所以它不是運動 就會沒有的 按摩可能也不會好 所以才來做這個項目 然後下巴這邊呢 就是因為我本身鬆下巴就很嚴重 然後想說來做一下 但我覺得 好像有 這心理作用嗎? 好像 有 蓮油比較堅硬一點點 但他就說這個療程呢 其實是一兩個月就要來做一次 大家都說這還不錯 而且它其實也不貴 記得好像一千多塊而已 我的朋友小潔 他有做這個櫻木底這個 然後他說他真的超痛的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不是侵入性的 然後我剛剛做的那個 腿的那個項目 它是侵入性 就是打那個小指針 我做的那個櫻木頂呢 它就是一台機器 有點像收放收放的效果 剛剛開始就是溫溫的 然後把它吸起來之後 然後它墊你一下這樣子 就這樣吸起來墊一下 吸起來墊一下 之後就開始發現 我有點不太對勁 就是在下巴這個地方 有那個沙 它出現比較多的地方 就比較痛了 因為我每做一個下面 我都會問會不會痛 會不會痛 然後他們都說不會痛 不會痛 不會痛啊 就是一點點喔 但其實我 發現到 他們的不會痛 好像蠻痛的 它就是把你的肉吸起來 然後就很像是在刮沙 那因為我的臉本就比較薄嘛 痛是蠻正常的 痛是忍一忍 還可以忍受的範圍 來韓國一次 做個這個的保養的話 我會覺得 我是願意來做的 其實是可以上麻藥 但麻藥的話要 一萬塊錢 這群的人員 他有點小嚇到 想說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項目 為什麼要花那一萬塊錢上麻藥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聽專業人的建議 就是既然他覺得不用的話 那我們好像也不用花這個錢 那事實證明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非常怕痛的人 建議你還是上個麻藥 但是那個時間就比較久 像我今天這整個項目 這樣下來呢 三個多小時 那上次我來打肉毒的時候 半個小時就結束了 消止針 我本來是要打手臂 他說一次不能打太多量的消止針 對身體會不太好 那好像你有必要 一定要先在打 因為我也還不知道它的效果 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打我最在意的腳後面 這間我之前就有來過蠻多次的嘛 我這次來做的話呢 是做三個項目 一個就是打消止針 然後一個是打印摩地 黑粒素的皮膚管理 就是皮膚比較乾啊 或什麼都可以做 我覺得黑粒素的那個 可做可不做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做下一千塊錢台幣吧 以內 但是你說下次我不會來做這個項目呢 欸不會 我下次是不會來做這個項目的 因為我覺得 微樸 這個東西可能就是 保養品也可能可以做到的東西 就是想說體驗一次看看 反正也不會 呃 個人覺得打消止針 非常非常的痛 超痛的 雖然我不知道效果 但如果效果是好的話 呃 我應該也不會打這個吃 真的太痛了 超級痛的 我們小姐呢 因為她就做一個課程嘛 所以她就去附近的那個 江南逛逛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是要去江南吃飯 今天就是大部分的生人都在醫美 今天的行程沒有這麼多 我現在要自己搭公車到青沙站 我現在要自己搭公車到青沙站 其實是也蠻方便的 就是醫美的過來 這邊有個公車站牌就可以等到了 給大家看一下剛化完妝的樣子 一直下面好像也看不太清楚 還是搭商站就到了耶 如果像這種比較近的 地圖上很近的距離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搭公車 像我這個在青沙站 如果我要去青沙站的話 我搭地鐵 我要到高速巴士站下車 再轉線 搭三號線 就是要轉的那個過程 走太久了 它雖然上面寫說 地鐵搭乘的時間是8分鐘 可是加上走路的時間的話 其實大概要15分鐘 我覺得路況感覺算是還蠻OK的 應該十幾分鐘就到了 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覺得我現在的臉 好像變得比較銳利一點耶 有嗎? 好啦 尷尬啦 我剛剛明明就是用never的查說 我的那邊到青沙棟 它是搭3412 因為我就是一直用我的GPS 在查它的定位 結果發現到 明明直線走 它為什麼突然給我轉彎 又是搭公車遇到的問題 然後我想要走過去的 其實也蠻近 它已經幫我省去大半的路程了 怎麼可以吃這個 炸物 割韭菜啊 割韭菜啊 割韭菜的好多啊 滿一煮煎餅的感覺 我們剛剛把蜂蜜切成兩塊 因為我們看隔壁的韓國人也是這樣喝 感覺還不錯呢 我們吃完了 然後我有點紅紅的 但是 好髒的喔 喔對 那很髒 它想要喝醉就會有點小孩 但還好我們剛剛有克制一下啦 我個人是還好 因為我本身喝完酒就臉比較容易紅 但主要路上有點尷尬 想說這兩個酒鬼 天還亮的了 好像是腮紅打太重了 對 我不太想喝醉 噢 額都也紅紅 對對 我額都也紅 哇 好開心 好開心 哇 好可愛啊 好這家店呢跟大家說一下 這家店我們剛剛在星沙洞看到 它專門在賣狗商品的店 買了一個這個 超可愛吧 這個要七千多塊 然後其他東西的話差不多就是落在一千多塊錢、兩千多塊錢 這款式還蠻多,就是你在外面會看不太到的 這個時間點來 高八地下街店還有開,現在已經七點多了 上次來的時候很多店都已經開始關了 復蘇事後果然不一樣 連一夜時間都調整了 我們現在呢在一家 有人說比喬村炸雞還要好吃的這個炸雞店 紅紅大走過來的話大概要走12分鐘 那我發現到這邊呢有一點居家 不像是店,大部分人都是外帶居多 那因為我們說我們要內用他有點嚇到 所以他趕快整理一個空間給我們 但是他的空間其實很... 就是Local,就是 嗯...就像一個居家這樣子 對,但位置就一張喔 你的位置就這樣 好像是有人躺在這邊的感覺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不錯吃的話呢 會建議大家外帶 封面是一群胡椒口味 其實還滿juicy的耶 噢~~ 嗨 我的天啊 好酷喔 帥喔 好酸 膩嗎 我覺得大概吃三塊可能會膩 但是我覺得它的起司是好吃的 它起司香很香欸 那上面那個方塊那個是冷的 是不同的起司 好多人的廣東市場 這家大排長龍欸 好多人喔 Nepress影視節目的介紹 我們來吃這家 這家的菜單 很好吃 這個這個攤位呢 是第64號 但是我個人呢沒有推薦大家吃這家 嘴臉不是很好看 鮭魚我們就是已經也拍了 然後有說起來了 東西都安置好了 菜單很髒 然後它的筷子也是有點修復的 我下次會完全閉嘴的講話 所以剛開始來就有點小心 所以等我們煎好菜的時候 可能它用的感覺很小 我們可能是煎膏腸 跟麻藥飯腸 對我們兩個就是這樣 我們臉這個就算了 好 我們的麻藥飯腸 很大的問題是它那個 塑膠手套 重複套比都用那個 然後不論是洗衣服 然後抓菜 然後排上面那個洗衣服 都用那隻手抓 好 拜託千萬避雷 我們剛剛明明就跟她講說 我們的魚板要一份 然後麻藥飯捲一份 因為那照片呢看起來就很大一碗 然後我們拿到的時候就很小碗 我們還想說 欸它也是不錯嘛 幫我們分兩碗來裝 結果魚板上是三千塊 麻藥飯捲一份是三千塊 那我就準備要拿六千塊的附 它就說是一萬二 它就說它給我們是兩份兩份 就自動幫我們加欸 就這樣一萬二 看我真的超不爽 難怪我們剛剛吃不下 而且它那個碗超級小 它跟照片完全不同 這家千萬避雷 我算是不會來吃了 我要抵制它 氣死我了 我又來買啦 這次買的比較不一樣 我這次買的是 醬蝦 醬蟹 然後我之前來買的是這個 醃漿魚 但我家醃漿魚還有 所以我在這邊買醃漿魚 他們基本上都會講中文啦 所以溝通無障礙 我們的社交大使 其實英文好就是這樣 它這個的話呢可以在這邊買了 然後直接在這邊吃 我買了一個四季貝 超級舒服的 我是摸到薩姆的 我覺得它的好舒服喔 我買的是雙人的 Double size 我在這裡買的 166-2號 我買的是這個 我買的是這個 它也寄送台灣下隔給大家看一下 好可愛喔 它幫我裝一個這麼小的 超可愛的 壓縮後的喔 但我有跟它拿那個套子 透明的套子 我又來吃這家啦 我們小潔沒有吃過 剛剛那個路人都跟我說 一定要吃 來這樣吃的那個 對對對那個外國人 我剛剛說你是那個 外交官 台灣最棒 最棒 最棒 之前有吃生章魚 跟生牛肉混合版 但我覺得這次來呢 是可以吃個生牛肉就可以了 因為小潔有戴牙套 覺得他生章魚可能會不太好友 而且他嘴巴破洞了 然後這次來的時候 剛好是他們已經快要休息的時候 所以大家四點前來 因為他們四點到五點是員工休息時間 三點前來比較好 因為還要排隊 然後四點一定要離開這家店 我們現在要寄放行李 在已知入口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要下載這個 Tlock 所以幾乎的時間 這個時間到時候的時間 然後這一個呢 有些問題就是 先跟大家講第一步 本來就下載完之後呢 選一個你所在的 因為 然後要告訴你 我們現在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選的是這一台 然後 就告訴你我們有哪些可以用 哪些已經使用了 藍色的就是還可以用 可能還在等我支付之類的 這台的問題是 因為我的網卡是用換SIM卡的 信用卡公司會傳一個驗證碼給你 但因為我已經不是台灣的卡了 所以我收不到我那個簡訊 所以我們剛本來要選的那個20號 就是卡在那裡 沒有辦法回覆他教育代碼 小潔他是用E-SIM的話 他的手機插的還是台灣的電話號碼 所以他還是可以收到台灣的簡訊 如果是用台灣電話號碼的話呢 這個可能就不是很有 剛剛看其實還滿多站都有了 其實觀光區應該都有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覺得 那天打的那個EMODIC還不錯 之前的話應該是一補啦 但我覺得還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一個月之後 才可以看到明顯的效果 對 他的計費方式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能寄存食物喔 槍汁還有小狗都不行喔 我們打開了 這樣這樣好 這樣這樣好 好棒好棒 他會給你一個密碼 然後你把它打開 終於 終於已經千辛萬苦 我請那個飛媽幫我在台灣 用他的信用卡 飛媽超給力 好開心喔 飛媽愛你 愛你愛你 最近沒有東西喔 打不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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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起來了 賽 我們現在在南大門 買東西 大家猜猜這是什麼 是最近韓國很流行的菜瓜布 就是要做成各種形狀 很可愛 而且其實很軟 送禮很讚喔 我覺得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 對啊 那要2000塊 可是我覺得密度有差 這個比較厚一點點 就比較薄 朋友說這個很可愛 長得像這樣喔 超像斗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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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比較黑 傳統年糕 在這個 明洞的Chanel的前面 登 瓜子做他的葉子欸 我以為是又Q又軟 這好像是 好硬喔 炸過 然後比較油 蚂蚁人應該會喜歡吃這個 我覺得他很像是 我們上次買的糖餅 有外衣啊 連哥說起來還蠻好吃的 有吃過大陸的什麼紅糖脂巴嗎 你知道 而且很好吃啊 我覺得他跟他是類似的原料 但紅糖脂巴比較好吃 要補充一點糖分 因為喜歡的店都沒有開 好 我們已經取完我們的行李啦 就是你要還的時候呢 就是一樣回到剛剛的APP 然後選現在在的位置的紀無詳之後呢 選你的櫃子 你的櫃子應該會是橘色的狀態 然後你就說你要take out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組密碼 所以你那組密碼不會是前面那個密碼 有沒有看到這邊寫172 可是這邊是寫的是061 然後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拿出來啦 啊記得只有一次喔 小心不要把它關起來囉 最後一個晚上在韓國吃的晚餐 應該也不算最後一個晚上 明天還有 明天可以到7點 這是今天在廣商市場買的醬蟹 Dubugi 我們在那個9號出口買的 就是昨天沒有吃完的炸雞 還有披薩 這個披薩真的很銷魂 認真 剛剛我們去7-11買的飯 剛剛這一家Dubugi的這一家 它有賣那個炸食錦 今天是一個把冰箱消滅的一餐 嗨 大家早安 現在是在首尾第八天 然後我們現在在最後的補貨 然後我們這次的搬機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等於是今天收了的店都8點關嘛 但我們今天7點才準備要搭機場捷運 後面來說最後一天還是要來喝個 白中元的咖啡 OES的拉鐵 好 現在剩我一個人啦 因為我們最後一天的行程呢 因為各自有想要去補買東西 睡房之後的五個小時 各自的自由時間 然後我想要去買鞋子 那天在高八地下街沒有買到的東西 紅衣大學那一條街上 是我逛過的ABC Mart裡面算 優惠價蠻多的 我每次來這邊買都可以套到好物耶 好看嗎好看嗎 給大家猜到多少錢 它的價錢是 超級便宜不到五百塊 這邊呢是紅衣大學 這邊呢就有一家 ABC Mart 我很多次都來這邊 撿到很多的便宜 這是我剛剛買的 哇 我買了兩雙是耶是耶 然後還有衣服 小潔買的 我這個是巧克力派 然後它這個是熱狗的 不吃甜的還有鹹的唷 謝謝小潔 外面這個好讚喔 它外面有糖耶 我的最後一天 不是排離大了 我來逛高速巴士地下街 因為我上次來的時候 有些店都已經關門 關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想說最後一天 來拍來這邊 買一買想買的衣服 順便來匯報一下 我目前的皮膚狀況 以前不是有做那個 換膚類是那種醋酸的東西嗎 下面有一點小脫皮 我今天放妝的時候發現到 感覺是真的有在換膚耶 在AK&PLUS這邊 來買小潔想吃的滑浮餅 我們又來吃喬春炸雞啦 熟悉的沙拉 醉醉味 欸這個好酸喔 這個沙拉超酸欸 愛吃菜的小潔超愛 我自己家想辦法找菜吃 不然你們沒有菜吃 有辣烤肉店有辣 你都剝菜跟泡菜嗎 然後還有一些生菜啊 像是叫菜嗎 新春那個也是菜啊 就只有一天而已啊 那個我們八分之一耶 八三二四我們來八天總共二的四餐 我們就一餐吃到很多菜 不對啊 很多天沒吃早餐 我們又是在扣吧 然後我們剛剛買了超多的東西 等一下呢拿回 民宿那個讓我們寄放的地方 有點小超重 哇 我沒有很多通知 我你的重量可以分裂 好 要塞子去的不是問題 OK 有人在買個袋子嗎 可是只限重量不限件啊 但我今天對於這個 喬村炸雞很美送 大家看一下 根本就沒有什麼人對不對 超少人的 可是我們東西超多 因為我們剛剛去補貨補完 我們剛剛講說就是沒人 可不可以讓我們 坐一個私人桌 讓我放個東西 Maybe後面那種小角落 有個沙發也不錯 所以他就不要 欸他沒辦法接受 欸我覺得我的 好像變得比較小精緻一點 對